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 就让他念念不忘 这是曹皇后对宋仁宗的情感 《秦平乐》中 曹丹淑迷恋宋仁 多次感叹自己不是男儿 不能为他建功立业 剧中这对地后CP 黄泉不实撒糖 上演一段醉虐心的爱情 相爱相杀 相差相倚 包办婚姻自是很难幸福 而皇家贵位即使拥有无上荣光 却也难全自己心中所爱 《秦平乐》中 有三段典型的包办失败婚姻 之前讲过辉柔礼伟 今天讲一下宋仁宗的两段包办婚姻 宋仁宗极不愿意娶曹丹淑 新婚之夜独守空房 皇帝更是怒吼 皇后是大臣们为国家选的皇后 尽管后来二人从陌生到熟悉 从冷漠隔阂到情愫见生 然而真实的宋仁宗对废后的郭氏 都远比曹皇后好 宋仁宗的第一任皇后 是在天圣二年由刘太后所选的 当时宋仁宗十四岁 本来看中了小其位尚将军张美的孙女 及四川富豪王蒙正的女儿 想娶王氏为后 刘太后当时也满口答应 谁知道 转身就将王氏许给了前夫的儿子刘从德 反而选了开国元勋郭崇的孙女 郭氏善渡 入宫后并不能主持中宫事宜 反多声事乱 经常与其他公俄美人起冲突 接应有刘太后未保庇护 仁宗也只能忍气吞声 明到二年 刘太后去世 仁宗亲政 郭氏也失去了保护伞 仍然不知道收敛 废后之日就在眼前 一天 郭氏与杨上二位美人起冲突 这郭氏到底是开国元勋后代 喊打喊杀的技能全部继承 没逞过口舌之力 抡起胳膊就准备动手 这时恰巧被一旁的宋仁宗见到 立刻上去英雄救美 却被郭氏以巴掌扇到仁宗的脖子上 指甲把仁宗的脖子都划破了 仁宗本来就对郭氏不满 在有家暴之时 废后离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在吕一简的帮助下 找到了中宫九年未能生育 妒忌诚信的借口 准备废后 仅有元年 郭皇后已无子怨入道关 特封其为敬妃 玉京冲仙妙师 赐名亲吾 别居常宁宫遗养 尽管此时在朝堂上 迎起轩然大波 范中英等戒官联名上书 阻止废后而被贬 其他大臣便也不再说什么 宋仁宗废后终于成功了 没想到走了郭氏 又来了曹氏 曹氏在养母养太后的主持下 立为后 宋仁宗废了郭氏后 才发现自己对郭氏仍旧念念不忘 毕竟相识于少年 相处九年 相爱相杀 于是一再为他提高待遇 还经常派人去看望他 甚至写诗相赠 郭氏也写诗回应 大有要重回后宫之事 但郭皇后却不过心中的那道坎 提出 要想让我回去也可以 必须要重新分为皇后 而当时宋仁宗已经娶了曹氏 又如何能答应呢 仅有二年 郭皇后生病了 仁宗派人去探望他 但几天后 郭氏暴毙 关于郭氏之死 一直以来都存在有谋杀意说 郭氏死后 宋仁宗悲痛不已 追风其位皇后 以皇后礼下葬 若说宋仁宗如此对待郭氏 是因为他的人词 或许勉强说得过去 但同为皇后 第二任曹皇后的待遇 却证明 宋仁宗对郭氏 绝非出于仁词 而是出于爱 在清平月中 曹皇后对宋仁宗不识撒糖 虽然曹皇后 一直将自己锁在 规矩的牢笼之中 却也能得到仁宗不识的关怀 亲自送茶 讨酒 向他说正事 教他练非白 而历史上的宋仁宗 对曹氏 却只有猜忌 总是距他于千里之外 时刻提防 千里八年 元宵节 半夜 宋仁宗被一阵混乱之声吵醒 想要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曹皇后劝他不可轻动 曹皇后将工人召集了起来 把守工门 便剪下了一揪头发说 明天一发为继 进行论功行赏 这场叛乱在曹氏的指挥下 应对得当 本是大功一件 反映得了宋仁宗怀疑 这场动乱 就是曹皇后一手策划的 起了废后的心思 然而苦于找不到证据 只得作罢 但宋仁宗对于曹皇后的临危不乱 处置得当一句不说 反而说自己的张美人有功 借机又封她为贵妃 张氏因此成了大宋开国以来的 第一位贵妃 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 可知宋仁宗心中 对曹皇后有多不爱 张贵妃死后 宋仁宗更是不顾群城反对 强行将张氏追封为温城皇后 并以皇后离下葬 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 两皇后的两个局面 这样的情形又指曹皇后于何地呢 治和二年 宋仁宗生病了 动不动就说胡话 甚至大喊 皇后与张茂泽谋大逆 你们快把他抓住砍了 吓了曹皇后 再也没敢在仁宗面前出现 按照佛罗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 赵真这种病中的胡话 恰恰是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真实想法 曹氏为后三十年 却一直兢兢战战 不敢踏错一步 一直忍受着宋仁宗的冷暴力 才得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 保住曹家的富贵 曹氏入宫时十八岁 而此时的宋仁宗已经二十四岁了 对于曹氏宋仁宗实在是爱不起来 虽然都是政治婚姻 但郭氏和宋仁宗算是一起长大的 感情早已深埋 而曹氏入宫时 宋仁宗已经是历经了十一年垂帘听证后的大宋天子了 心中所装的都是天下 又因曹氏貌愁又大方得体 楚楚不错 这样的女人最适合攻着 而不是做老婆 接下来我们来说 清平月 自从曹丹书说 好好做他的城 注定他的结局是悲剧 他不想让我做他的妻 那我便好好做他的城 清平月是其知否之后 又一部火得一塌糊涂的宋朝古装剧 两部剧出自于同一个导演之手 有众多相同的因素 一直都有后者的影子 但综合来看 清平月还是一部好剧 这部剧从预告上来看 我们的地后CP 不可能是我们以往期待的结局 尤其是曹丹书婚后说的一句话 他不想让我做他的妻 那我便好好做他的城 注定了他的结局注定是个悲剧 宋仁宗对于曹丹书一开始的态度和成见 两人之间无法释怀的隔阂 首先是他的身世 出身名门 可以说世家功勋在身 能文能武 家教自然差不了 虽然仰在身归 但曹丹书知书达理 德性完美的名声早已在外 何况在曹丹书入宫之前 韩奇不知真假对于他外貌的猜测 宋仁宗本身就有些外貌协会 一听大臣们说的相貌丑陋不至于魅惑君主 才导致大婚当夜 宋仁宗弃曹丹书独守洞房花竹叶 为他们的一生的隔阂埋下火根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和他的母亲有关 宋仁宗的出身就是树初 他一直视和尔为亲人 可以诉说中场释放自己的对象 但和尔的出身不好 担心曹丹书会和刘娥刘太后一样 自己离世之后 孩子会和自己的生母骨肉分离 曹丹书原本就是兴起高 何况他还出身名门 才冒双全 在入宫前就对宋仁宗仰慕不已 见不到他的面就关注他的政令 还在自己的闺房偷偷藏了宋仁宗的雕刻小巷 还时刻对他说话 希望能够距离他更近 此刻的曹丹书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男人 能够走进朝堂 与他慷慨激昂地谈论朝政 哪怕是入宫做陪衬 也是心甘情愿 可见曹丹书对宋仁宗的爱 已经是深入骨髓了 也正是因为爱得太深 才对宋仁宗新婚之夜的抛弃 产生了些恨不起来的恨和心灰意冷 宋仁宗虽然在大婚的第二天 与曹丹书共进早餐 但曹丹书心里的隔阂 不是一顿早餐就能解脱的 虽然宋仁宗看见财貌双全的曹丹书 想要留宿 并且一直暗示他自己做错了 不应该听性谣言 尽量地挽回新婚之夜的过错 但对于曹丹书来说 反而是一种伤害 曹丹书以为宋仁宗对于自己的好感 是源于自己懂一些机械 听说入宫前 宋仁宗对机械的陈希春情有独钟 认为自己是陈希春的替代病 内心十分的绝望 才说出来 他不想让我做他的妻 那我便好好做他的臣 从曹丹书说出这句话 做出决定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他和宋仁宗 始终无法坦然相成的结局 曹丹书与官家的心结是双方的 曹丹书的确对官家心灰意冷 大婚之夜独守婚房 成为陈希春的替代品 被责骂的只有规矩 没有感情 从此在心里埋下了无法解开的死扣 宋仁宗先是觉得曹丹书相貌丑陋 新婚之夜冷落他 再是担心出身名门的他 会成为第二个刘太后 其次就是他觉得曹丹书表面端庄贤熟 实则心生妒忌 最重要的是宋仁宗认为 曹丹书心里没有他 加上不愿意强迫别人 由此就注定了二人 面合心不合的悲剧 其实曹丹书和宋仁宗 都做到了自己的职责 一个只是皇后 一个只是管家 曹丹书只是顺应了自己的那句话 他不想让我做他的妻 那我便好好地做他的臣 给自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